這一次換成13我覺得是沒什麼創意 其實它可以直接把13變成iPhone B 這樣就會更有創意一點 iPhone B iPhone B hi!Mexican朋友大家好 我是布蘭 又到了每年的8月底9月的時候 每年這個時候啊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月分 因為接下來就是iPhone要上市的日期 也是我們最主要的旺季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看看今年的樣品機長什麼樣子 搶先預覽一下 這一隻刀子就是 有一次我不知道在挖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刺了我一刀 直接插進去 所以我看一下這隻 這張是非常的利 所以你看我離它那麼遠 這看起來很不齊眼 好利喔很可怕 我覺得這幾年那個樣品機的質感 好像有越來越好的 它現在都有各種顏色 以前可能是因為保密比較嚴苛 所以好像都隨便做一做 來我們先來看第一隻 我也不知道這是哪一隻 喔我這邊它上面有寫 這是13Pro的金色 欸這個金色還蠻漂亮的欸 說實在去年的金色其實就蠻好看的 它今年這個金色 如果就是這個金色的話 我是蠻喜歡的 而且啊 它後面這個蘋果感覺好像有點 油內透出來的 但是樣品機真的是蠻漂亮的 如果樣品機可以做到這樣 實品應該是蠻漂亮的 然後這一次看起來後面比較不一樣的 這是13Pro 所以三顆鏡頭 它兩顆大一顆小 而且排列方式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樣 然後正面這樣看起來也很穩重 欸還蠻不錯的欸 這一次我可能又要跳回來iPhone了 對 這邊是看不出來它的瀏海長什麼樣子啦 然後以外觀這樣看起來 也沒有這種實體的指紋辨識解鎖功能 這樣看起來是沒有的 屏下指紋會不會有我就不知道了 我以為會是那種 一直以為是那種Sony的那種 碰一下就這樣 對我覺得 有可能在它的那個開關 那如果這樣就這樣也不錯啊 不過這樣 那個殼的廠商可能 又要上腦筋了 那這個是13Pro啦 看完這個13Pro好巨大我的天啊 這個應該是 尺寸應該是一樣的啦 然後我們這樣看起來 其實不會準 因為這是樣品機 所以它的 它的鏡頭好像沒有高很多 好像比12頻 不過這個不準啊 這個是樣品機 我們看看就好了 然後我們先來看樣品機 看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網路上面 對這一次iPhone13有什麼流出的 然後我再來吐槽一下 這個是黑色的 這個 那個 那個 黑人應該沒有意外會選這個色 不過這個是12的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12就好 每年都會覺得 這攝影機好強喔 錄影好強喔 13吧 欸13啊 它融合鏡頭是跟以前不一樣是它是斜的喔 對它是對 對 對角排列 可是這個黑台還蠻不錯的 那它這個其實就是 只是讓人比較知道說 啊我們這一次 就是你拿出去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 這是13喔齁 這是13這樣 很重要 對抹圈很難 這還重要嗎 殼裝的時候 好那這個就是 是mini是不是 這個居然還粗喔 去年這個賣超慘 哪來的勇氣又粗啊 好那以上這個就是 今年的 這個是 13 Pro Max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會不會變 我們現在暫時叫它 13 Pro Max 一切還是等到發表會有為準 那這是最大的尺寸 是6.7啊 6.8 最大是6.7 最大是6.7 然後這一個是6.1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 這是13的6.1 OK 那這一個呢就是 最小的 不知道會不會叫mini 13的mini嗎 還是什麼 所以一切的名字還是等 實際上為主 那從樣品機上面看起來 就是第一個 我沒有看到實體按鍵的感應 除非是這一個啦 那屏下指紋就更看不出來 然後也看不出 劉海到底有沒有縮小 總之目前看得到就是 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呢 13的兩顆鏡頭的排列方式呢 不太一樣 而且似乎是一顆動 一顆大一顆小 然後呢 這個 PRO方面的三顆 排列方式有點不一樣 然後也是 它是兩顆大一顆小 不過這個都是 暫定的樣品機的樣子 我們只能從 樣品機這樣來推測 然後看起來厚度是很扁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 按照規律來講 它是每年都要變得更厚 就是相機 因為相機的光學的進步 還沒有辦法趕上這個電池 或者是螢幕這些的科技進步 好那看完了樣品機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網路上面收集到的資料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收到的情報有什麼 第一個 發布會的時間可能是在 9月14號 其實也大概兩週 三週不到 三週不到就會曝光 不過這也是暫定 然後再來就是 今年的iPhone 13之外呢 蘋果還有可能推出其他的 包括Apple Watch Series 7 然後AirPods 3 iPad 9 iPad mini 6 還有我最期待的是 MacBook Pro的2021版 不過其實像這種猜測都是 只要還沒發表 都有可能更新 那裡面我會比較期待就是說 Apple Watch的 新一代的Apple Watch 還有最新的MacBook Pro 2021會長怎麼樣 但是看到 看過那個iMac新版之後 我是有點擔心了 所以這一點 這一點我是比較期待的 好接下來就是 剛剛也有聊到 大家比較期待的是 iPhone 13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口罩 大家都是戴著的 所以沒有這個指紋解鎖 其實蠻麻煩 所以 我沒有用iPhone的這一年 你們都怎麼度過 按密碼 按密碼 就是回到按密碼 現在它可以那個 就是你有Apple Watch 自動解鎖是不是 它就是 它有一個口罩解鎖的選項 就是 暗暗疫情 就是戴著口罩它一樣 就只要你有戴你的Apple Watch 然後它會深測到 你有戴口罩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拍 哇 這個三年前 安卓就有的功能 Apple終於有了 然後這邊寫到 大家一直期待的這個 Touch ID帶回來 現在你們表示 這個國外媒體表示 屏下指紋辨識功能 還沒有成功 所以意思是 安卓的屏下指紋技術 是火星人給的就對了 哈哈哈哈 還要等到明年才有機會 我是認為 不太會塞回去 因為其實今年 安卓的某些技術 已經進步到 前面的那個攝影機孔 都已經可以隱藏了 那蘋果還在這邊 糾結它的Touch ID 真的有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沒有意外的 然後顏色越來越多 13Pro除了基本的 黑的白的之外呢 還會有什麼 日落晶 玫瑰晶 然後正紅色 迷霧紫 湖水綠 其實這都沒什麼好意外的 就RGB化 那如果你要買 你會買什麼顏色 我其實還是比較想買黑的 對啊 我還是會想買黑的 基本塊 對而且就是比較看不膩 像去年我也是選黑的 其實本來是買藍的 結果有人要藍的 我就把藍的賣掉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買黑的 好像就女生 比較會買金色或是白色 其實我曾經有拿過金色的啦 但是 雖然都裝的殼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覺得這個顏色 你看得不太順眼 那黑色就是沒有什麼驚喜 但是你也絕對不會討厭它 所以很久 對對對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裝殼 這一次我會想要再 換回iPhone 13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變快 不是因為攝影 不是因為什麼 我只是因為我想要回到它那個 後面可以吸在車架上面 這件事情 然後這邊還有一點就是 彭博又指出啊 這一次iPhone 13系列以13 來命名 這跟以前不一樣 iPhone 12 iPhone 12s 他可能覺得這個套路 我們已經煩了 所以這次直接叫iPhone 13 升級的幅度說很大啦 其實說很大就是 升級到13的處理晶片 然後升級相機 沒有意外的 然後更新率到120 這應該是去年安卓機的主要戰場 今年換蘋果 那這一次換成13 我覺得是沒什麼創意 其實它可以直接把13 變成iPhone B 這樣就會更有創意一點 然後在這麼多的消息裡面 就這一項我覺得是最 我最期待 如果蘋果真的這麼幹 我就會覺得 對這是蘋果 就是號稱它會把 充電孔給取消 不是說換成Type C 是整個把它孔封起來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啦 果然你看這邊還是乖乖的有 我覺得這個還沒那麼快啦 因為無線充電還是 不是那麼的實用 而且速度差很多 所以我們要轉邊滑 對 iPhone的速度已經 比安卓來講已經是比較慢了 如果再取消大家有線的話 真的是會 會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是真的在這邊希望 但是我希望 我這邊呼籲好像沒屁用 我真的希望它換成Type C 因為可能是那幾年有常常跑 那個滑翔北 你們會看到為了這個傳輸線 我們人類製造多少多少入色 所以統一了線之後 至少你使用的機會會比較高 你就不用一直買新的或換新的這樣子 可是像iPad都已經變Type C了 對我就不知道它在堅持什麼 我就不太懂啦 其實它的MacBook Pro 也換成Type C的 接口雖然是Thunderbolt 3 但是那個口跟Type C 是可以共用的 iPhone不知道為什麼就 就... 就... OK 下一個是說 它的瀏海會減低25% 老實講我覺得 如果是25%的話 有減跟沒減是差不多的 要不然就整個取消掉 像Note20這樣剩一個觀音字 我覺得還好一點 這邊有說到它的 鏡頭模組會厚一點 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養品機是比較薄的 所以說這以實機為主啦 還有就是排列的方式不一樣 相機的排列方式不一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電量的升級 那其它的價格好像是比較高 那價格我就不細念了 每一年的iPhone的更新 通常就是免不了幾個老話題 就是第一個速度會變快 第二個價格會變高 再來就是呢 那個相機會更強 然後再來就是相機會變厚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是沒什麼期待的啦 那其實如果你們記得的話 去年iPhone12要上市之前 我會是噼哩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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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顯了一堆結果我還是買的 那今年iPhone13呢 我還是一樣顯得啪哩啪哩 其實也沒什麼好顯 因為我對它沒有什麼好期待的 但是呢 一樣在這邊介紹給大家 但是今年的iPhone13我一樣會買 因為我用安卓 一樣也用的有點煩 所以改天有機會的話 我再來拍一集 來損一下Note20 安卓系列的問題 那今天的這個iPhone13 跟13Pro的樣品機 開箱呢 就這樣分享給各位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